揭发球摆短 批长 孙颖莎赢了 孙颖莎打破魔咒夺冠了 这是2021年世界杯女单决赛 两名国拼的小家也在冲击自己的首座大赛的奖杯 孙颖莎作为世界第二的选手也是打破自己的魔咒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孙颖莎到底是如何击溃强大的王毅迪的 第一局上来双方都还在试探 额标开局 好球 反手相持打起来了 你看两人的弱点几乎都一样 直接打直线 三比三 好球 孙颖莎发了一个长球 又一个发球得分 不应该呀 孙颖莎的攻击能力很强 一直在打王毅迪的反手 就是压一个点 全部都是相持 这一次孙颖莎变了一个正手 打得太好了 正手调大 继续拿分 九比三了 王毅迪打得有点着急了 又是一个失误 孙颖莎最后时刻 打了一波九比一的高潮 拿下了第一局的顺利 第二局的比赛 两人打得非常的焦灼 直接打到了七比七 第二局的比赛 两人打得非常的焦灼 直接打到了七比七 来 失误球 又一个失误 王毅迪九比七领先 连续三个失误 王毅迪十比七拿到了局点 好球 孙颖莎侧身重扣 十比八 王毅迪迪十比七领先 王毅迪也失误 叫暂停了 继续相持打 王毅迪 王毅迪还在失误 好球 十一比十一 这比赛精彩 发了一个长球 王毅迪顶住了 又拿到了局点 好球 王毅迪 王毅迪顶得真好 十三比十三 孙颖莎这个侧身 居然直接被反打过来了 孙颖莎真是大心脏啊 继续侧身打 十五比十四 反超了 哎呦 又打平了 这两个人水平真的很接近啊 好球 孙颖莎继续拿赛点 王毅迪一个十五 孙颖莎十七比五拿下比赛 这局杀杀一空挽救了五个局点 气势完全起来了 第三局比赛 孙颖莎 接球就是直接中扣 王毅迪突然变了一个正手 这种相持打起来 如果变正手能变到 肯定是有非常有优势的 好球 孙颖莎又是暴力的进攻 因为王毅迪就是只能暴冲 去拼 失误了 孙颖莎的这个调打 气球太高了 又是侧身 孙颖莎这场比赛用了很多正手来攻 又发了一个长球 时不时偷离一下 还是正爽 乒乓球比赛要想真正的赢球 正爽一定不能落的 这是个运气球 十比四拿到了六个局点 最后还是王毅迪的正手失误 孙颖莎11比6拿下了第三局 大比分更是3比0领先 其实比赛没有太多的悬念了 不过王毅迪也非常的顽强 第四局相持中再拿分 十比五拿到局点 再来一个侧身 十一比七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第五局熟悉的打法 又是一个侧身 再下一层 第六局的比赛非常的关键 要是再输球 决胜局就危险了 决胜局上来 孙颖莎就是一个海底捞月 反手 再来抽一把 王毅迪的进攻也很凶的 你看看这个阵兽 3 号 反手相持 顶住 白短 王毅迪正手 再来 王毅迪的这个球起高了 直接被孙颖莎中扣 其实还是发球的作用 继继续点 反正顺莎是你怎么打 我就陪你怎么打 360度 无死角进攻啊 好球啊 这个正手变得太好了 好球就是相持没有其他的变化 看谁更加的强硬啊 好球就是相持没有其他的变化 看谁更加的强硬啊 同样的套路 反手顶孙颖莎10比8拿到了赛点 这个平台小魔王真的不讲理啊 最后一个节奏的变化 孙颖莎4比2成为了世界杯新科冠军 这也是孙颖莎职业生涯第一个三大赛的冠军 不过赢球后的孙颖莎事后并没有太开心 也没有庆祝 或许是自己早有预料 或许是真的太累了 在赛后的采访中 孙颖莎被问到如何庆祝 他也表示 自己只想回去睡一觉休息一下 在红尾药里面的设计划 也没有庆祝